圣树书系挺文艺的曲艺 今天咱讲讲曲艺的事 曲艺实际上包含的东西很多 咱现在只能就北方和景景一带的曲艺来讲 这个对全国的影响比较大 并不是广市相守 大概现在没有人有意义的 国德港确实带领了德云社 奋斗了可以说几十年吧 把相守这个行业弄活了 把相守这个行业弄活了 并不等于曲艺就活了 曲艺饱含的内容太多了 南方平潭也曲艺 是吧 山北那边的山北说树 这个也非常好的 四川情业 光细的温长 这曲艺太多了 鱼谷互费的 但是呢 打头的 有代表性的东西 应该还是在 紧紧一带的 这些曲艺 因为这些啊 这些曲艺进城了以后啊 这个 受这个党地这个 环境啊 文人啊 这些 给他不断的加工改造啊 西藏水平节就不断提高 演员的水平节就 不断的提高 最代表性的 刘宝全 古王刘宝全 大家都知道啊 那是 景运大股就形成了 三大刘派吧 是吧 还有白派 还有藏派 后来啊 后来才有这落派 但落派应该是 我记得我 我小时候 喝到我年轻的时候 没提过落派 但是后来的 这 这个落派了 那天宁又叫小菜五 以后 鲁鱼省都很早提 这是 可能是文革以后 他再恢复 他就 本领了 就是付出的时候 我今天要讲的 什么问题呢 就说呢 相声国德纲带火了 那么曲艺 古曲艺术 北方古曲艺术 出现这个人 太重要了 谁呢 张云雷 张云雷这个 很不同一般的 传统的那些演员 他这个基本功 太磁石了 当然了 你说你说 拿了跟那个 那个很顶件的那些 老先生比 咱现在还不能那样做 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 他身上的玩意 就是太多太多了 而且呢 他已经在相声 在唱歌 他已经混成了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唱这个古曲艺术 唱这个古曲 这意义就特别的大 可以讲 我估计 在往后走的 还不好预期 至少是把中国古曲艺术的 这个复兴啊 打了一句强心阵 这个代表性人物就是张云雷 你看他 他这个 做歌手 他也是很不错 工艺的歌曲也唱了不少 我也讲也讲了 也出了自己的碟子 唱销 就甭讲了 太平歌词 那也都 都相应原来 本来就会 他唱的 也是很多 唱北京的小调 他可以用 不同的风格来唱 这半奏 闪弦 这闪弦 这半奏是 琵琶 这弹弦是 是 是这个 吉他 他又一个风格 这个太不如意了 而且不串味 能拿粤语来唱 就那广东话 唱歌 听得也很 也很顺 这个演员 难找 我估计 很难处 这就 太绝了 处那么一个人 他的生日 他的经历 我们先不讲 经历也很奇特 唱景峻 他能够带着 极限人一块唱 成派 也很难学的 他也能够唱 唱唱这个 呃 这次这个 天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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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曲 等于是 系列演出啊 演了五场吧 那张云 那张云 也不只是光唱一段啊 不会一段唱五场 那就没劲了 他唱好多 不管是 刘派的大鼓 刘宝全那些大鼓 是最多了 闹僵着我 什么的 就是 这类题材的吧 他能唱 也能唱 什么 探青文的啊 戴玉章话啊 这种 就是 白派的 啊 白云鹏 后来 燕秋侠 这燕秋侠 我们还挺过 白云鹏 是我们也没怎么挺 这 这老 老人 念字 都很不一样 他也能唱 第三天 大反串是 他还唱了个 烙情大鼓 王宇晨的那东西 他唱的 搞粮干水 这个我们听的也很少了 就原来就是在 在鸟事 老太太唱这个 后来就是 唐山 我听的有点跟那 唐山的有些 有些 他也叫 也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东西 咱们哪个剧员能唱 词这么多 他能背下来 所以他 这古曲艺术啊 就向大家展示了 就我们这个 不仅后继有人 还有 还有东西 不是那一小话 嗓得很好呀 就 景剧就那一家 就我们后继有人了 那 那学里的东西都有多少 肚子有多少玩意儿 这个咱不知道 取义 他这些人肚里有东西 我还真得感谢 田宁这块地方 这块地方 就保留了 这么一群人 很小的一群人吧 他起码是爱这个东西 不然话 他能不能穿给 到果德港 到找着雷呢 这些人都比较年轻啊 不是都是 起劳把师的人了 是吧 而且有摊弦的 也有听的 有听的 有弹的 就有唱的 他能保持这个 这个很不容易 其他地方 没有这条件 年轻人 你想学 也没地方学下 这出现了 果德港 在显 他是掌鱼雷的师父嘛 但是 有掌鱼雷的表现力 这嗓子 年轻 他能把这东西带起来 就是爵嘛 他能挡这个爵 还把这些传统东西 他就给他介绍下来了 他是在这个 古曲艺术 都拼临死亡 就基本没有的情况下 他把他介绍下来了 北京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胆仙 叉群的 芭蕉骨的这个东西 还是有的 我 天井这成气候 你看他拿来演 那些先士 那些那些都老头 肯定都是六十凯外 拿来就弄 能上来就弄 就坐着都能 就能上台 说明他们的功夫 都都还在 而且这功夫在的原因 就是有 有观众 有人挺 肯定有人挺 而且有人能往下传 所以 我都必须得感谢 天井这块地井 还得感谢 万幸万幸 出了一个掌鱼雷 它可能会就使我们 中国取义 这个里头 鼓取艺术的这个 能不能总形 我现在还不好预测 我刚才讲 至少是打了一几强行人 在这之前呢 肖财吴 做了这个事 他那个四十通堂 有影响 本来就快完了 人家都不知道大鼓了 他唱不着 静静大鼓的 这个 但严格 严格所来 有点像井戈 也是扁的 但是完全是 静人大鼓的东西 人们认识了 还有这么个东西 只是做到这一点 其实小菜屋 还有好多好东西啊 那鸿梅阁 剑阁温灵 那个 那么 波牙甩亲 和石碧 那好东西多了 但是没有 在群众当中 能造成影响 没有 当然他有 有刘春爱 他不然我知道 他也有几个徒弟 天津 还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板 也在学这 落海大鼓 唱丑莫音处 我知道 但是 能够造成影响 特别是对年轻观众 造成影响 叫他进来 到剧场 听这个大鼓 掌声来的拱刀 可是不小 不小 如果这次活了 这个人就必须得 不说明吹请示 就说 在取义 法在史上 这个人物 可是 不得了 所以我要说的 万幸万幸 就是中国取义界 还出了个掌声来 要不然的话呢 古诗艺术 就算完了 但是现在来讲呢 没法调 有没有唱的好的 我现在没找到啊 河南醉的 这次我没听见 谁唱河南醉的 呃 可能得加强 这胆仙很重要 天宁的胆仙 原来的什么 荣建成啊 石慧如啊 这些后来什么 赵玉明 这个胆仙啊 拍子群啊 这一块 还有联主快速 我 我希望多元社 也把它弄弄 这个 这个别把它弄 使穿了 这个好 这个好东西 啊 这个 对的 诶 西河大谷 郭大港有一套人 人马了 他那大数也能讲 这也真不错 这 这就不 真的不提了 啊 我今天就是讲讲 这张云雷的 这个作用 所以我说 还是那 再冲回家 就 就徐艺 应该说 出现了 张云雷 确实是外星 而他那玩意儿 好到哪呢 就是 他拿出去了 你就是 你说 刘龟卷也好 你说 还那个 那个上昌龙也好 这些都是 也会 要不就在天井混 要不就在这行里头混 他都知道 张云雷这玩意儿好 也给了很多的鼓励 这个不容易 这太年轻了 这小孩 这么年轻 有那么大的力量 又能把年轻人 带进这里头 如果是个老先生来弄 他没这个办法 因为 你看 对不对 都是个小女孩 这个躲 所以万幸 出了个杂人类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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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好渠义的人 也呼吟 哈 谢谢大家